既然是颂读本周经聚的时间 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心 我们来读两遍 一二三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而答 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忧成为我们同在 约翰二书 一课三节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他 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忧成为我们同在 约翰二书 一章三节 下面请请您姐妹来诵读本周的经文 然后请陈雪峰诗证证证 弟兄姐妹 主位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 约翰二书 二书 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一章一到十三节 一做长岛的写信给蒙浅浅的太太 和她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联礼 平安从父神和她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借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就是这命令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生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度又有止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到他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恨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寂寞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拣选子姐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阿们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有一起有机会去思考 分享他的话语 那么我也非常努力能够去去年 和教会的一般与姐妹 我们有个美好的家庭的团体 今天在这里 算是故意从游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要思考的是 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本书卷 约翰二书 一共只有十三节 那么在这一本书当中非常的特别 我们说是约翰被称之为爱的事 他是讲爱讲的最多的 在这种真理当中 他告诉我们另一个不能去动摇 或者偏刻的真理 那就是爱要以真理做得真击 这个对我们计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生活这个世界 子女在座的父母的教育问题 对我们中国的家长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澳洲 都是头的大事 那么我们都希望 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让他们可以身心康健 独立自信 以应付他们今后人生的中庸挑战 但问题是 我们要如何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那么现在最流行的理念 就叫让孩子快乐 俗称的快乐教育 那么对孩子呢 我们说要鼓励 要赞扬 不要制作 更不能常见 那这个似乎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那么前两天我刚刚听了一个讲座 是中国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 他在一个教育论坛上一个急性的发言 他的见解非常的独特 他说中国现在的教育 这是中国大陆 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绝技 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把这个教育当中 把常见排除在教育之外 他认为我们如果用这种思路 去推荐我们的教育 那是对孩子最大的不负责任 那么他说呢 教育本身 一定要包含着某一些痛苦和一些惩罚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谁小的时候特别爱学习 因为他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特别爱学习 那他一定是个天才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多多少少在一些逼迫 惩戒当中慢慢地成长起来 所以学习对我们来说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本心所爱 而且学校和家长要有一个责任 必须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残酷和不公平 否则的话 当孩子在这样一个快乐的环境当中成长 一旦孩子附入社会 面临巨大的反差 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挫折 足以降至一下子的挫折 那么他讲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他说他有一次讲中国的孝当 讲孝兔 那么他就请他的助手帮助 他收集过去一年当中关于不孝 特别是关于心情之间的仇杀 这样一个弟子 那么过一会儿他的助手来了 说前面说不好意思 我们的答应什么用完了 那么如果答应个兴趣去搜索一下 太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 且当然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你所面临最大的挑战 或者你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普遍的困惑 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如何持守真理 如何又能张醒爱心 作为基督徒 我们最怕别人指责我们 没爱心 但是 我们有的时候 为了爱心 就不敢用真理去叫别人 我们不愿意爱心 说诚实话 我们大家觉得一团和气 一味的迎合才是爱 但是今天 当我们来到约翰二书当中 新约最短的一篇书卷 那么这篇书卷 是一个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年迈的使徒约翰 劝免神每一个所爱的儿女 怎么样把爱和真理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说 这个爱一定要在真理 所以说 我今天的经文很懂 他第一节就说 我在真理所爱的人 所以呢 在跟一夫所书记四章十五节一比较 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的建立 是以真理作为一个根基 以爱心作为一个展现 双方互为条件 一方面我们的爱不能盲目 所谓的不能盲目 就是你不能去忽略 或者别人的观点或者行为 那么真理就让我们的爱具有分辨力 使徒约翰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么这节书后面有很严厉的告诉 这节书在出现很有意思 前面讲的是相爱 后面讲的是很严厉的事 似乎很难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不持守真理 与那些敌基督 与那些传假真理的人 与那些骗子在在一起 那么的话 你如果在一起的话 你的爱心就会失去 所以他不愿意这个当中 有什么矛盾 我们对别人要有爱心 但绝对不能消解对真理的忠诚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用一种严苛的处独的 来高举真理 换句话说 你有真理 如果你太想到真理 你就会缺乏爱心 你就会牺牲另一个方面 所以我在我的信仰当中 我们不可以走到两个极端 我们的爱如果没有真理来坚强 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柔 但如果我们的真理 如果没有爱来调和改现 就会变得非常的更硬 所以圣经命令我们 在真理中相爱 也要在爱中持守真 那么我们今天呢 大家可能手头有大纲 可以看一下我今天讲到的提纲 我们有两个大的方面 可以分享 首先第一点说 基督徒的爱要以真理作为真基 那为什么使徒约翰和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我们爱这个教会的成员呢 或者说我们大家变成了彼此之间 要去相爱做一个基督徒 因为是真理的真理 就是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 将你们同在永恒的真理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最强调的就是爱 耶稣给我们两个最大的鉴定 爱神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要爱你的灵舍 促腾自己 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命令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爱 但是这个爱一定要在真理当中去持守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爱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留意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前面三节当中就四次提到了真理 所以大家来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 作为基督徒来说 你为什么爱这个基督徒 是因为我们的性情相处吗 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话 我们为什么想爱 因为我们可能彼此之间关系很好 我们彼此性格很符合 或者我们彼此人互相相互的吸引 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因为共享一个真理 像刚才一句说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把真理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 所以这个真理 不是我们表面的同脑的知识 而是说这个真理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我们内在的力量 与我们同在 而且知道永远 所以在真理的里面 在一个教会当中 只要真理能够存留 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的爱 就能够一直地持续下去 而且 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如果你轻看 或者忽视真理 很多的说 我们为了合一 我们牺牲真理的原则 那么这个教会 或这个团体 就不会真正地走持续 所以我们的爱 不可以妥协真理 因为真正的爱 必须要依靠真理 才能跟我们一起 刚才我唱了一首《爱的真理》 其中一句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这是神给我们爱的定义 那么刚才我们唱的《爱的真理》 《格林多前书》是三章 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么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里讲的爱 有什么和我们一般的 世俗的爱不同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很熟了 爱是成忧人爱 等等等等 我们刚才念头唱了一遍 那么这里的爱 和我们世俗的爱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不求自己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戴多精姐妹 我们都是一个团体 我们平时关于都很好 要我们彼此相爱 哪不难 不难吧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很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 彼此相爱 不难 但是圣经当中 这个爱的真理 或者称之为爱的真理 是告诉我们 当你遇到那些不可爱的人 你厌恶的人 敌对你的人 才会用到这个爱的人 对吧 第一句爱是恒究忍耐 我们说在座的我们有家庭 夫妻之间 这个恒究忍耐功课 做宝座吧 所以这个当中 其实 神给我们的爱 为什么他说是一条命令 就是靠自己人的本性 你做不到 所以神才会特别用一样一个命令的方式 去告诉我们 这是我的命令 和今天的一五页节目 这是一条新的命令 因为这个爱当中 你必须要做以真理为根基 换句话说 如果是神所分出的 你就要去遵习 这才叫爱神 如果我们一方面说爱神 另一方面违背着神的真理 那你怎么叫爱 所以这个爱不是我们的感情 如果以感情为根基的话 我们这个爱很容易 就会去流失 就会吹色 我们说今天你遇到一个可爱的人 你去爱他 明天遇到一个不可爱的人 你怎么办 而且有的时候 天天见面 你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当中 如果没有一个神的真理 做出根基的话 我们很难去持久的忍耐 去爱交易的姐妹 去爱一个对的人 所以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神的确爱顺利 但是神绝对不爱我们所办的事 所以现在一定要分清楚 神要去拯救我们这些罪元 但是一定要去惩罚 面对我们所办的罪 所以主耶稣基督 一定要为我们 定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神要去除掉 世上所有的罪 而去存留我们这些 能够谦卑悔改 来到上人面前的 这些蒙愣的罪 所以说神宁愿 让他的儿子遭受残酷的摧残 是为了爱我们 但神的爱 是以公义以真理作为根底 所以不做在真理当中的爱 就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爱 所以我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倾向 去决定爱的标准 爱的标准就是神的命 就是神的指引 如果你说你爱神 很简单 先遵信神的命令吧 神所分择的 去遵守嘛 然后你再加上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要爱 不要真理 或者只要爱不要光 我们说这个当中的话 很多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偏识 所以我们真正要去爱一个弟兄 你首先要去告诉他 神的真理是什么 神的教导是什么 让我们一同 凭着神的力量去遵行 去彼此的互相扶持 互相的纪念 一同的在团体当中 去操练我们的爱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爱才能称之为有根有结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让我们彼此相爱 是非常难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当作应用的感觉 所以对我们基督来说 我们的生命 或者任何一个行为当中 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你的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呢 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表现可爱 但这个感觉又不可靠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你的行为 行为的层面 就是你这种做出的事 那么第三个层面是你的心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犯了罪之后 我们很国际上开个小 你别急急的先去怪一些 撒大摩托的用 他都问问自己 很多的罪是从你心而来 那么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行为的层面 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好 但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好 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做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有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主日 大家很辛苦 有的时候起早吧 早上很多人起不来 那么这个感觉上你不好 你累了 但是你要不要来做人从来 那么最后呢 挣扎了一番 起来了 主持人来到教会当中 感谢赞美主部 那么呢 你感觉不好 但是呢凭着神给你的力量 你能做正确的行为 所以圣经当中反复写到 神按照什么报应我们 神按照我们 你的行为 所以这个感觉的层面 神不用感觉神按照我们 神不会听得感觉神按照 但是你的行为的对错 只有后果 所以这个行为的对错 就是你如果你真有 从神而来的力量和爱心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 凭着神有的力量 战胜的感觉 做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 那么站在神的面前 你就会蒙神的悦纳 那么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感觉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发怒吧 让人生气吧 我想这个 弄过一发 圣经当中很有意思吧 圣经告诉你 你永远不会发怒吧 不会吧 神说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动 不可寒怒到不动 换句话 神知道我这儿管住 神知道我这儿管住 神知道我不发怒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 你发怒的时候 要让它产生严重的厚重 神是 人是有这个能力 我经常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夫妻两个人在屋里正在吵架 吵着热闹 吵着热闹 突然叮咚 有人按门里 那你开门的时候 外面站着的朋友 你还会继续吵吗 你一开门你肯定笑脸 你好 你正在吵架 我们能不能做到 你可以做到 人是有这个能力 神是对我们这个能力 只要我们能够以凭着主义的 对神的信心 凡是蒙神的喜悦 神是给你这个能力 能战胜你的感觉 让你的爱活在真理当中 其实这所喜悦的事情 所以这个期段大家一定要去明白 所以对我们来说 遵行真理 张行爱心 我们不要把它只留落在感情的层面上 不要说我们对人同情 对人有连续 对人有安慰 这个当然对 然后你在有困难中施以援手 这就是所有的爱心的全部 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的话 当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朋友 她们的声音当中 出现了不符合神的真理 去委呗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有爱心的境界 我们要去有责任 去指出她来 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个经文很简单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 因为我作为牧师 有的时候我说诚实话 即使我再有爱心 用再温柔的言语 用一个照片开心 因为你指出 人的软弱 指出人的罪 没有人会开心 所以大家请留意 但是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爱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耻手 如果没有这样的耻手的话 你就不能说你真正的爱人 你也不能妄称你说你爱人 所以神对我们来说 这个命令是很清楚 再次强调一下 神给我们的爱 彼此相爱 是一个命令 而且耶稣说的很清楚 你们若能彼此相爱 神就能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命令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知道 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儿女 他都让我们 知道我们凭我们的本心 你抗我们的网我 抗我们的罪性 你不可能彼此相爱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来到教会 你们可能很正常 在一个教会当中 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一个团体当中 为什么彼此也还有矛盾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们说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软弱和罪 当这个抗上罪有冲突的时候 如果我们 不大家去一起 持少神的真理的话 那矛盾是此 很难避免 所以耶稣说 来到教会 团契 很多人说 教会不好 我不来了 我换一个教会 我敢保护你换一个教会 问题已久 因为这个问题 不属在教会身上 属在你的身上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教会 因为你不完美 你去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不完美 对我们来说 来到教会 包括我们的家庭夫妻 现在我们当中 肯定会有些很多家庭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 自己教育的问题 神帮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你 你会不会问神 为什么 似乎把我们放在当中是 好像瘦了 我们受了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逼迫 很不开心 那么神为什么 还要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 而且还要让我们坚持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其实很简单 神放在这个环境当中 就是为了操练你的爱心 让你的生命成长 在一个一帆丰盛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你不需要彰显 你不需要那些已经很可爱的人 你不需要他们特别的亲爱 那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 就让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让我们在一起 凭着神给我们的信仰 祂的真理的根基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操练爱心 所以这是神设立教育很大的由于 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当中 才可以成长 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 我们的爱 必须要以真理作为根基 否则 我们在爱上 就有很大的亏欠 不可能 那我们来到第二点 我们还有一个爱心的表现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汉被真 那么呢 在约翰一书即将我所夺的后半端 他提到了很多的 敌基督 假先师 等等等等 这些很严厉的这种事实 那么呢 其实我们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在约翰的时代 其实是在主后的一世纪 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 似是而非的教导已经出现了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的异端 或者我们称之为偏差 并不是新鲜的东西 早在教会创立之初 他的思想就已经存在了 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又不可以 因为当时的教会 可能还没有这么严谨 所以很多的人 几种假先师呢 低基督 他们都会有机会 进入到教会当中 去传讲他们所谓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福音 但是这里面 现在特别有意 他说很简单 他说 很多迷惑的人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迷惑人的低基督 换成说当时很多的人 他们否认耶稣道成肉身 这个真理 因为呢 这个并不奇怪 因为当时的 古后的一世纪 最盛行的是希腊文化 那么希腊文化当中 最流行的就是 所谓的二元论 二元论很简单 他就把人的灵魂 和肉体是崩开的 他认为 人的灵魂 是圣殿 是高杀 但肉体是污秘 所以一个污秽的肉体 是不可能容纳一个 囤体的灵魂 所以他把它一分别 所以他绝对不相信 作为完全圣殿的耶稣基督 他会用一个人的肉体的形象 去生活在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极力否认 耶稣道成肉身 但是如果我们否认耶稣道成肉身 你就等于否认了基本圣殿 所以这个当中 我们首先 我们要学会分辨 学会分辨 学会分辨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进入 学会分辨的意思 其实并不难 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够去分辨 是不是神的真理 还是属世的 假的真理 是不是似是而非的真理 还是屯正的真理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到今天来说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区分的话 你就很难去持守真理 你很难去比自己下来 所以说很多时候区分 如何去区分 这个迷惑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这个是很多迷惑的人 不是耶稣道成肉身 等等等等 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教导 那么很多的教导 都出现了很多的偏差和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其他的教会 你不用管这个教会 叫什么名称 或什么宗汉 这个不重要 那么重要的是 看看这个教会的教导 他是否承认三为一地 是否相信耶稣道成肉身 复活生天 将来再来审判 一个权备的真理 在这个当中 这个教会如果持守的话 无论这个教会 叫什么名称 什么宗汉 这个都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 约翰教导我们 就是说 学会一分别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 尤为重要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 这种似是而非的 这种教导出来 而且这种教导非常迷惑 它不是全是错 它是错 和对主混在一起 没有一个异端 但是它所有的话都是错 如果它到一个教会 它坚决否认耶稣 知基督等等等等 我们一听就不会去 但它很多的时候 它把这个真理和命物混在一起 让我们就觉得很困惑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特别的去明白 来到一个教会 或在一个团体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分别的能力 那么对待这种敌基督 或者是假的先知 我们一定要以真理 去持守和汉令 这种我们有的时候 你表现的当然是 怎么说很没有爱情 因为你要跟他分得很清楚 但是实际上 这恰价是你 真正有爱情的表现 而且很多时候 在我们基督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这种低基督 或者假的先知 他们有的时候是 说自己是基督主 用基督教的名号 有的人甚至是自己说是牧师 甚至是自己是主教 这种基督 那么这样的人 我们来到 教会表面看来 当然是要跟他们定牌 但是他这个教法 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我们就很难去接受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基督教 我们说 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传统的基督教 那么大家知道 美国的话呢 在这个同性婚姻上 这个基督教会 就有很大的一个偏差 那么他们呢 他们曾经案例过 一个同性恋的人 作为他们的牧师 甚至按理同性恋的人 作为他们的主教 那么当我们去 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 这个就不能说 我们既然是基督主 大家就要吃手合一 我们就不能分辨 不要指出他们的秘密 那么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很清晰 他们不能够称之为 我们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在真里面 出现太大的偏差 他们基本上否认 我们的信仰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更说 不要接纳 也不要问安 不要请他们到我们的家里 那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所以对这样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一个认知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做这个事非常困难 因为这么做 又回到我的老问题上 说我们没爱惜 但是你这个爱惜 如果彰显出来的话 你只会让他越见越神 只会让他越来越疑惑 那么你真正爱惜的彰显 是要用你的见诚 你的生理 告诉他 我们真正 纯正的信仰之士 然后为他祷告 求神让他回忠 这才是你真正爱惜的体系 换句话说 你如果不以捍卫真理 作为你爱惜的根底的话 你的爱就是溺爱 对他来说有派 所以这个圣经当中说得很清楚 这里提到一个词叫越过 第九节 用了一个很有意思 叫越过 什么叫越过 就是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长手的就是没有神 长手的教训就是有父有子 那么什么叫越过 越过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向前走 那么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很多说 说我们这个信仰要与时俱进 况且很多的时候这个信仰是过时的 所以呢 他们的越过 就是说我们要用更新的 这种知识 或者这种信仰去取代 或者就要去完善我们的信仰 所以很多的当时的假料是 自认为知道一些更高深的事情 然后就擅自越过了福音的真理 自作聪明的离开了这个 这个更正存任的福音 那么在这个救赎的真道 加上了人的自信 人的异命 所以他们宣称自己是进步 是向前迈 是一个思想者 是个感觉者 是有一个开放精神 勇往直前的人 其实约翰就是一个最 在西约当中最勇往直前的一个思想者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愿意往前走的人 但是他坚决主张 一个人无论你怎么前进 你必须在神的真理的办法之内 一旦你和神的真理脱离了关系 和上帝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那么你的生命就出现很难的问题 你的根基就动摇了 所以说约翰并不是斥责这种 向前往的思想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 都以成不变 没有任何的变 而是说 基督耶稣是一切 这种真正思想的事实 任何的思想 任何的教育 如果过不了一个考验的话 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越过 是说不是完全的拒绝 而是故意的增加了一些 增加了引力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信仰的理解 就超越它本来的意思 让人就出现了很多误解 所以说他们的工作 这个思想 它不是完全的反对经济 或者否认这个社会的经济 它就是超越 它加多一点 减少你 然后让你的思想变得混淆 从我录道 所以如果任何一个假冒真的的人 他绝对不会说他的话一点真正正 如果都是假的话 我不会相信 他肯定是真假混淆 而且有的时候 他说的多了 假的就越来越像真的 我们就会受到迷惑 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 对我们来说 我们如何去面对基督教 如何面对我们每一天 你可能现在大家资讯发达 你们打开手机 打开电脑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 教导思想 我们怎么去分辨原理当中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最基本的真理当中 回到最核心的 我们叫基要真理 换句话说 在三个议题 神耶稣的救恩 世界的末日 神的审判 这些基本的真理上 我们要有一个百分之百清晰的认识 以此作为一个圣经史 去分辨 如果一旦有偏差 我鼓励大家不要自己去解释 回到教会的目者当中 回到同工当中 我们一同 零便分 让自己信心不追踪 所以说呢 刚才我们谈到 对于这些异端的话 我们是绝不能去接待 那么接待 为什么可以说 用一个接待的词 和问安的词 否则就是他们最上的有份 其实说 对于这样的问题出现的话 对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或最安全的方法 其实是原理 就我们不要去 有一种自傲的心 觉得呢 我的真理很稳固 我不会被受其他人的影响 所以当出现一种假的证度 我要去勇敢去争辩 去争辩 但是现在没有解释 我们要明白 这个世界很复杂 你觉得你很有能力 你觉得你很有口才 你觉得你能明辨是非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时候 有没有能力 大有人 因为以前我有个经历 一个教会的年轻人 他呢 不仅是一个牧师 但他坚决的词 那我跟他谈圣经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 因为他圣经太厚了 他指出那些都是圣经当中 我们最难解释的问题 甚至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有巧证 所以我最后我说 我只能给你找到 因为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要去觉得 有个自傲的心 有个自义的心 最好最简单 方法就是愿意 不要骄傲 那么就觉得骄傲 这是防他异端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这里讲一个 很简直的历史的故事 当时在主后的 大概是一两个世界中 有一个圣徒 他叫批驴讲 是早期的一个教会的圣徒 那么在那个教会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上 有个特别有名的异端 叫马基安 那么呢 有一次马基安 遇到这个批驴甲 他说你认识我吗 批驴甲怎么回答 他说 我当然认识 你是撒得猛鬼神的 那么这个说出来的话 当然很 我们说 这是表明这个批驴甲 他说我绝对不和 不会和你同流和我 那么约翰自己 当时他时代有一个 一个医者叫克林多 那么他们当时 在罗马时代有公共的浴室 那么当他约翰 看到这个克林多 进入到浴室的时候 他马上从浴室里 快快地逃跑 边逃他边喊 我们快快地逃跑 不然房屋就倒塌了 因为真理的敌人 可得躲在那里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对约翰来说 这是根本不可以动摇 不可以去混淆的事情 我们最好的方法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去 拒绝不去接待 因为这里的问安 原意就是欢乐的意思 它有祝贺欢迎的意思 包括如果你去问安或者招呼 就意味着你表示同情接纳的意思 所以不把一段接纳的门加工 不得到表示同情和支持 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最稳妥的方法 所以大家不要去 怎么说呢 不予的自傲 而让自己可能有反而会深陷其中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今天这点书诀很短 但是真理很清晰 如果一个爱心有爱心的基督徒 他的爱心能够持守 必须要在谁的真理上 找不可 这样他的爱心才能真正的持久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一定要去明白 在这当中有一个平衡 我们不可以 用对待异端的方法 去对待我们的内容 如而说的境界 这是另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不能说 因为某些定义学妹 跟我们意见不合 我们用对待异端的方法 我拒绝和你来往 我跟你一刀就管 这个不可以 这里 约翰讲得很清楚 在定姐妹当中 恰恰是你要彰显你的爱心 定姐妹有管过 你不可以放弃她 你反而要去关怀 教导 即便定姐妹跟她的关系 有些问题 你依然要为她祷告 希望神能挽回她 而不可以用轻易的 用对待异端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今天这些书卷告诉我们 基督徒要有一个美好的平衡 我们当然 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爱的教会 当然我们要去彰显我的爱心 但是另一方面 最大的爱心 就是让人能够真正地 接受神的真理 并且帮助人 能够在真理上中去持守 我们彼此一同地成长 一同地进步 一同地效法耶稣基督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神所喜人 一个爱的团体 爱的教会 让我们终于叫爱 这个上帝 我们再一次写上感恩 我们特别感谢你 在你的话语当中 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景性 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爱 是从你而来的爱 是牺牲舍弃 是以他人的中心的爱 天父也感谢你 能够让我们 有这样一种美好的教会 在教会当中 我们为了 用你们的相爱而感恩 也为了令我们之间 出现了纷争而感谢你 因为我们出现了纷争 你的爱 我们就可以用你 给我们的力量 去操练你的爱心 去战胜我的软弱 让你真正地学习如何 去彼此相爱 去实践神美好的命令 就求你帮助我们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这儿一个 黑暗混乱 混淆真理的时代 让我们基督姐妹 都能使手 真正的真理 唯一的真理 便在以真理为根基 去操练我们的爱心 让我们的爱 有根有基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耶稣说 它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神明 唯一的神明 若不见着它 我们没有能够 回到佛那里去 就求你保守我们 在这场生活当中 能够横切地遵循 追寻神的旨意 靠着圣灵的能力 博主神的旨意 遵行祂的命令 以至于让世人 因我们的行为 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能徒 然后我们再次感谢你 用这样美好的时分 就去保守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做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同上的感恩祈求 奉我祖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灵而起 谢谢大家